大家好,开始上课 下面我们来看信托法的第四章 信托当事人 我们来看第一节 委托人 第十九条 委托人应当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法人或依法成立的其他组织 第二十条 委托人有权了解其信托财产的管理、运用、处分以及收支情况 并有权要求受托人做出说明 那么实际上 对于委托人来说 要定期和定时的去了解其信托财产的运行情况以及收益的情况 委托人有权去查阅、抄路或者扶制 与其信托财产有关的信托账目 以及处理信托事务的其他文件 这是我们也要就议的 第21条 因设立信托时未能预见的特别适由 致使信托财产的管理方法不利于实现信托目的 或者不符合受益人的利益时 那么委托人有权要求受托人调整该信托财产的管理方法 但是这里面我们有一个注意它是有一个前提的 就是未能预见的特别适由 未能预见的特别适由啊 实际上会没有一个相应的规定 来看第22条 受托人违反信托目的 处分信托财产 或因违背管理职责处理信托事务不当 致使信托财产遭受损失 那么委托人有权 有权申请人民法院撤销该处分的行为 并有权要求受托人恢复信托财产的原状 或予以赔偿 该信托财产的受让人明知是违反信托目的 而接受该财产的应当予以返还 或者予以赔偿 钱款规定的申请权 自委托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原因 至日起一年内不行使的归于消灭 那么这种权利都是有时间限制的 第二十三条 受托人违反信托目的 处分信托财产或者管理运用 处分信托财产有重大过失 委托人有权依照信托文件的规定 解认受托人 或者申请人民法院解认受托人 就是说他已经不合格了 我不放心再把财产交给他来进行管理 再来看第二节 受托人 二十四条 受托人应当具有完全民实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和法人 那么从这里面我们应该能够知道 这个受托人呢 可以是自然人 也可以是法人 那么委托人也是可以是自然人 可以是法人 法律行政法规对受托人的条件另有规定的 从其规定 没有规定的 就按照这个来 第二十五条 受托人应当遵守信托文件的规定 为受益人最大利益处理信托事物 受托人管理信托财产必须克尽职守 履行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理的这样一个义务 从这一块的这些条款的规定来看呢 我们大多数的这个法律的条款 你只要按照正能量的这样一个思维去进行思考的话 应该都没有问题 二十六条 受托人除依照本法规定取得报酬外 不得利用信托财产为自己谋取利益 受托人违反钱款规定 利用信托财产为自己谋取利益 所得利益要归弱信托财产 这是对信托财产和受托人的和委托人的一种保护 第二十七条 受托人不得将信托财产转为其固有财产 这么去转的话 这就是作死的节奏啊 受托人将信托财产转为其固有财产的 必须恢复该信托财产的原状 造成信托财产损失的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本来就是信托财产 你变成自己的财产 这不就是作吗 二十八条 受托人不得将其固有财产与信托财产进行交易 或者将不同的委托人的信托财产进行相互交易 但信托文件另有规定或经委托人或受益人同意 并以公平的市场价格来进行交易的除外 这个公平的市场价格实际上就是所谓的公允价值啊 我们注意一下 受托人违反钱款规定 造成信托财产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对于受托人来说 这就是一个巨大的风险 但只要其按照相应的规定来进行运作的话 一般来说不存在这种风险 这29条 受托人必须将信托财产与其固有财产分别管理 分别记账 并将不同委托人的信托财产分别管理 分别记账 那么这种单独财产单独进行管理的这种方法 在信托这里面是一个基本原则 30条 受托人应当自己处理信托事物 但信托文件另有规定 或有不得已适由的 可以委托他人代为处理 那么在前些年呢 我国曾经出现过一种 类似于像阳光私募 就是所谓的阳光私募 就是正式的这个私募基金呢 没有出现之前 出现的所谓阳光私募 阳光私募 这种阳光私募啊 就是由信托公司发行信托计划 那么投资者去购买这个信托计划 那么信托计划成立以后 再交给相应的投资顾问去进行管理 而不是由信托公司来进行管理 那么这种情况 就是受托人将自己处理的这个信托事物 委托给其他的人去进行处理的 但是我们要去注意一下 在信托文件里面一定得明确的说 说我们这个这个某某计划 说要交给谁 或者是委托给谁 来作为他的这个运作的人 或者说来作为管理人 受托人依法将信托事物 委托给他人代理的 应当对他人处理信托事物的行为 承担信托责任 承担责任 这一点是要特别去注意的了 第三十一条 同一信托的受托人 有两个以上的为共同受托人 同一信托的受托人 有两个以上的为共同受托人 共同受托人应当共同处理信托事物 但信托文件规定对某些具体事物 由受托人分别处理的从其规定 那如果要是没有这个规定的话 就共同处理 共同受托人 共同处理信托事物 意见不一致的 按信托文件的规定来进行处理 那么如果文件未规定的 由委托人 受益人 或者其利害关系人来进行决定 那么这个事儿 不是由两个受托人来决定 而是由信托文件 或者是委托人 或者是受益人 或者是其利害关系人来进行决定 三十二条 共同受托人处理信托事物 对第三人所负债务 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第三人对共同受托人之一 所做的意思表示 对其他人 其他受托人同样有效 这一点也挺有意思 我们注意一下就好了 共同受托人之一 违反信托目的 处分信托财产 或因违背管理职责 处理信托事物不当 致使信托财产 遭受损失的 其他受托人 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这是实行的一种连做制度 说两个共同的受托人 其中一个有问题 另外一个也要承担责任 也就是说其中的这两个共同受托人之间 应该有一个相互监督的这样一个作用 33条 受托人必须保存处理信托事物的完整记录 那么怎么保存呢 受托人应当每年定期将信托财产的管理运用 处分及收支情况 报告给委托人 那么受托人对委托人受益人 以及处理信托事物的这个情况和资料 负有依法保密的义务 不能给泄露出去 来看第34条 受托人以信托财产为限 向受益人承诺支付信托利益的这样一个义务 这是受托人他的一个基本义务 支付信托利益 第35条 受托人有权按照信托文件的约定 取得报酬 一般来说 这个报酬啊 都是按照信托财产的一定比例来进行收取的 信托文件 为做事先约定的 经信托当事人协商同意 可以做出补充约定 为做事先约定和补充约定的 不得收取报酬 免费给干 这挺有意思啊 约定的报酬 经信托当事人协商同意 可以增减接数额 所以正常来说要按照比例是最合适的 按照比例是最合适的 第36条 受托人违反信托目的处分信托财产 或者因违背管理职责处处理信托事物不当 致使信托财产遭受损失的 在未恢复信托财产原状或未予以赔偿钱 不得请求给付报酬 所以你都给人家造成损失了 你还想要报酬 这个损失没有给弥补回来之前 是不能给报酬的 37条 受托人因处理信托事物所支出的费用 对第三人所付的债务 以信托财产来进行承担 受托人以及固有财产先行支付的 对信托财产享有优先受偿的这样一种权利 也就是说受托人拿自己的财产先支付的 那么作为信托财产来说 就有权利优先对他进行支付 受托人违背管理职责 或者处理信托事物不当 对第三人所付债务 或者自己所受到的损失 以其固有财产来进行承担 这是他自己的这样一个情况 受托人自己的一个情况 这也是很正常的 三十八条 涉猎信托以后 经委托人和受益人同意 受托人可以辞任 本法对公益信托的受托人辞任 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受托人辞任 在新受托人选出之前 仍应该履行 仍应该履行管理信托事物的职责 这一点与基金管理人和基金的托管人不一样 作为正常的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 在原管理人辞任 那么就要选出新的管理人 新的管理人没选出来之前 由监管机构指定一个管理人和托管人 那么往往被指定的管理人和托管人 就是新选任的管理人和托管人 这一块是原管理人辞任的 新管理人没有出现的 原受托人辞任的 新的受托人还没有出现的 原受托人要一直坚持在岗 他俩这块的规定是不一样的 我们要注意 再来看第三十九条 受托人有下列情况之一的 其职责宗旨 那我们来看 死亡或被依法宣告死亡 被依法宣告为无民事行为能力 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第三 被依法撤销或被宣告破产 实际上这几个呀 他的能力就都没有了 一和三是都不存在了 那就没有办法做受托人了 二是没有这个能力 第四 依法解散或法定资格丧失 他也是不存在了 第五个是辞职或者是被解认 虽然还存在但不用你了 第六个是其他的情形 那么这几种情形出现 受托人的职责就宗旨了 受托人职责宗旨时 其继承人或遗产的管理人 监护人 清算人应当妥善保管信托财产 协助新受托人接管信托事物 这是我们要注意的这么一点内容吧 我们来看第四十条 受托人职责宗旨的 依照信托文件的规定 选任新受托人 信托文件未规定的那么由委托人 选任委托人不指定或无能力指定的 由受益人选任 受益人无民事行为能力 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 依法尤其监护人 待行选任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次序啊 这个次序 新受托人 首先看文件是怎么规定的 首先看文件是怎么规定的 文件没有规定由委托人选 委托人没选的由受益人选 受益人选不了的 由受益人的监护人来进行选择 原受托人处理信托事物的权利和义务 由新受托人继承 就很正常了 第四十一条 受托人有本法第三十九条 第一款第三项至第六项 所归所列情形之一 职责宗旨的应当做出处理信托事物的报告 并向新受托人办理信托财产和信托事物的移交手续 前款报告经委托人或受益人认可 原受托人就报告中所列事项解除职责 但原受托人有不当行为的应该除外 我们要注意一下这一块的基本内容吧 第四十二条 共同受托人之一 职责宗旨的信托财产 由其他受托人管理和处分 来看第三节受益人 第四十三条 受益人在信托中享有信托受益权的人 受益人可以是自然人 法人或者依法成立的其他组织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要注意一下 在我国的信托法里面呢 实际上没有只规定了自然人 法人或其他依法成立的其他组织 实际上在欧美国家 这个受益人还可以是一些动物啊 或者其他的这样的一些东西 特别有意思 在我们国家是不可以的 委托人可以是受益人 也可以是同一信托的唯一受益人 受托人可以是受益人 但不得是同一信托的唯一受益人 这一点我们要特别去注意啊 就是信委托人呢 可以是受益人 也可以是同一信托的唯一受益人 但是呢 受托人呢 可以是受益人 但是不得是同一信托的唯一受益人 也说受托人作为管理这个资产的人 他不能是唯一的受益人 他必须得还有另外一个受益人 这一点要特别去注意 44条 受益人自信托生效之日起 享有信托的受益权 信托文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45条 共同受益人按照信托文件的规定 享受受信托利益 信托文件对信托利益的分配比例 或者分配方法 为作规定的各受益人 按照均等的比例来享受信托利益 46条 受益人可以放弃信托受益权 就是说这个受益人可以放弃 可以不去接受这个 全体受益人放弃信托受益权的信托宗旨 就是一个受益人都没有 这是不行的 部分受益人放弃信托受益 被放弃的信托受益权 按下列顺序确定归属 第一信托文件规定的人 没有规定的 那么就是其他的受益人 如果其他受益人也没有 那么就是委托人或者接继承人了 47条 受益人不能清偿到齐债务的 且信托受益权可以用于清偿债务 但法律行政法规 以及信托文件有限制性 有限制性规定的除外 这一块我们多说一下 我们多说一下 比如说在香港有一些富豪 他自己的财富 支付给传给下一代的时候 又怕被下一代给挥霍光了 怕被下一代给挥霍光了 所以他就制作出信托 信托这样一个产品 那么他的下一代的子女 只有这种信托产品的受益权 并且这个信托产品的受益权 可以向下去继承 但是这个信托受益权 不可以转让 信托的财产也不可以转让 都可以在文件里面来做规定 那么作为下一代来说 他就无法去转让 只能接受信托的受益 信托的受益权 所以这样就可以使财富比较均衡的 在下一代之间来进行传承 第48条 受益人的信托受益权 可以依法转让和继承 但是信托文件有限制性规定的除外 我们中国大陆在这一块 实际上还是有所缺陷的 中国很多人也没有想到 用信托这个产品来传承 这个财富给下一代 而是直接的去交给他 那么下一代如果有能力还好 如果没有能力 可能财产就会被败光 第49条 受益人可以行使本法 第20条至第23条的 委托人享有的权利 受益人行使上述权利 与委托人意见不一致时 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做出裁定 这是一个基本规定了 那么受托人有本法第22条 第一款锁略行为 共同受益人之一 申请人民法院撤销该处分行为的 人民法院所做出的撤销裁定 对全体共同受益人都是有效的 这个了解一下就行了 来看第五章 信托的变更与终止 第50条 委托人是唯一受益人的 委托人或其继承人 可以解除信托 信托文件另有规定的 从其规定 从其规定 如果信托文件里面规定说不能解除 那就没办法了 第51条 设立信托以后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委托人可以变更受益人 或者处分受益人的信托受益权 这一点我们要去注意一下 那么都有哪些情形呢 一受益人对委托人有重大侵权行为 来看第二个受益人对其他共同受益人有重大侵权行为 第三经受益人同意 第四信托文件规定的其他情形 那么这种情况出现 委托人就可以变更受益人或处分受益人的信托受益权 我们举一个例子啊 说老人到积累了一定的财富 说委托给了这个做了信托 那么子女看看笑不孝顺 他决定这个受益权给不给谁 这也是一种比较有意思的安排 有钱款第一第三项第四项所列情形之一的 委托人可以解除信托 134134可以解除信托 我们要注意一下 第52条信托不因委托人或受托人的死亡 丧失民事行为能力 依法解散 被依法撤销或被宣告破产而终止 也不因受托人的辞任而终止 但本法或信托文件另有规定的除外 就是他们都不在的时候 也依然可以继续执行下去 比如新的受托人继续来进 新的受益人继续来领受受益权 第53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信托宗旨 一信托文件规定的宗旨是由发生 二信托的存续违反信托目的 三信托目的已经实现或不能实现 四信托当事人协商同意 五信托被撤销 六信托被解除 那么以上这些事项发生了 信托已经无法存在了 所以信托就可以终止了 来看第54条 信托终止的信托财产归属于信托文件规定的人 信托文件未规定的按下列顺序来确定归属 一受益人或者接继承人 二委托人或者接继承人 那么继承人呢 可以有第一顺位 第二顺位和第三顺位 那么这里面我们要去注意一下 什么子女啊 什么父母啊 什么夫妻啊 还有什么兄弟啊 第一顺位的啊 一般来说是父母子女夫妻 第二顺位的是兄弟姐妹等等这些 55条 依照前条规定信托财产的归属确定以后 那么在该信托财产转移给权力归属人的过程当中 信托视为纯序 权力归属人视为受益人 第56条 信托宗旨以后 人民法院依据本法第 第17条的规定 对原信托财产进行强制执行的 以权力归属人为被执行人 这一点我们注意一下这样一个内容吧 57条 信托宗旨以后 那么受托人依照本法规定的 这个行使请求 给付报酬 从信托财产中获得补偿的权力时 可以留置信托财产 或者对信托财产的权力归属人提出请求 这是受托人他的利益保证 第58条 信托宗旨的 受托人应当做出处理信托事物的清算报告 受益人或者 信托财产的权力归属人 对清算报告无意义的 受托人就清算报告所列事项解除责任 但受托人有不正当行为的除外 有不正当行为的就要除外了 我们要注意一下 这里面好多的地方都有例外的情形 比较有意思 尤其是信托法例外的情形非常多 我们来看第六章 公益信托 公益信托还是比较有意思的一种 一个信托品种吧 第59条 公益信托使用于本章规定 本章未规定的 使用本法 以及其他相关的法律的规定 再接着往下看 第60条 为了下列公共利益目的之一 而设立的信托 属于公益信托 第一个 救济贫困 第二 救济灾民 第三 辅助残疾人 第四 发展科教文位 艺术体育等相关事业 第五 发展医疗卫生事业 第六 是发展环境保护事业 维护生态环境 第七 发展其他社会公益事业 那么所有的我们来看一下 这都不是指具体的受益人是哪一个 而是一类或者几类人 那么这种信托带有公共利益的这样一个目的 我们把它称之为公益信托 61条 国家鼓励发展公益信托 公益信托越多 实际上对这个国家的公益事业就越好 公益信托的设立和确定 皆受益人应当经有关公益事业的管理机构的批准 未经公益管理事管理机构的批准 不得以公益信托的名业进行活动 那在这里我给大家多说一句啊 在我国公益事业的管理部门 就一般来说指的是民政部啊 一般来说指的是民政部 公益事业管理机构对于公益信托活动应当予以支持 63条 公益信托的信托财产及其收益 不得用于非公益事业 这一点应该特别明确呢 第64条 公益信托应当设置信托的监察人 也是有一个监督的人 信托监察人由信托文件来规定 信托文件被规定的由公益事业管理机构来指定 65条 信托监察人有权以自己的名义 为维护受益人的利益 提起诉讼或者实施其他法律行为 66条 公益信托的受托人 未经公益事业管理部门的批准 不得辞任 你想辞职还可以呢 第67条 公益事业管理机构应当检查受托人 处理公益事业事务的情况 以及财产状况 受托人应当至少每年一次 做出信托事务的处理情况 以及财产状况的报告 经信托监察人认可 报公益事业管理机构核准 并由受托人予以公告 那么好多在民政部门工作的人呢 可能会对这个事情会比较了解一些 第68条 公益信托的受托人 违反信托义务或者无能力履行其职责的 由公益事业管理机构变更受托人 69条 公益信托成立以后 发生设立信托时不能预见的情形 公益事业管理机构可以根据信托的目的 变更信托文件规定的 信托文件中的有关条款 第70条 公益信托宗旨的受托人 应当于宗旨事由发生之日起15日内 将宗旨事由和宗旨日期报告 公益事业管理机构 这是要进行相关的报告 以保证这个公益资产不受损失 第71条 公益信托宗旨的受托人做出的 处理信托事务的清算报告 应当经信托监察人的认可后 报公益事业管理机构核准 并由受托人予以公告 这一块我们写需要去注意一下 第72条 公益信托宗旨 没有信托财产权利归属人 或者信托财产权利归属人 不是特定的社会公众 那么经公益事业管理机构的批准 受托人应当将信托财产 用于与原公益事业 公益目的相近的目的 或者将信托财产转移给 具有近似目的的公益组织 或者是其他的公益信托 这也是我们要注意的 来看第73条 公益事业管理机构 违反本法规定的委托人 受托人或受益人 有权向人民法院进行起诉 这是对公益事业管理机构 给予一定的约束 来看第七章负责 这也是最后一个条款了 第74条 本法自2001年10月1日起实施 那么到目前为止 我们在国家法律这个层面的 这四部法律 我们就都已经讲完了 希望大家对这四部法律的学习 要有所侧重 那么前边基础知识里面 已经学过的内容 在这四部法律学习的过程当中 有一些就可以不用 使用那么大量的时间 去进行学习 而把时间用在更需要去充实 和了解的这部分知识点 希望大家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能够有所侧重 好了 我们休息一下 谢谢大家